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许多人 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儿,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教训之间 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劲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土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经济里的,经济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么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证明耶稣多次在海边教训人 给大家去讲道理 那么,这一节呢,在马太福音里头也有描述啊 我们在那里也进行了详尽的分享 我们在这呢,只是简单的一下,再描述一下 那么耶稣跟大家去讲道理呢,通常是打比喻比较多 那么为什么打比喻,耶稣在后面就会进行这个解释 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再三强调一下 这个比喻呢,毕竟和事实是不一样的 它是接近,类似,相似,差不多 但它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呢 往往有些人会,以为这个比喻啊 讲着讲着,比喻就成了事实了 更,更那个,怎么说呢 严重的吧,就是 通过打比喻,去诸心 这个,模糊边界,转移概念 正经讲歪了 其实这个正经讲歪了 有的呢,是有意的啊,叫诸心 这么一个比喻 那么,因为有些人解读呢 这个,这个 撒种的人呢,就是讲道理的人啊 就是神,那个 种庄家的农民啊 种,种果实的果农 那么,就说意思啊 这是,来,来,撒这个种子 那么,种子在不同的地方呢 好像是在,出生在不同的家里头 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马可福音里头 耶稣进行了强调啊 那么,撒种子的人呢 是指着他出去撒的是道理 那么,种子呢 就是指道,就是道理 而不是说我们这个人 就这个种子 当然了,你再打一个比方 我们人就和种子一样嘛 到这儿要开花结果 长,长果实啊 那么,你没长成 那就等于,庄家 也没长成 果实也没,树也没长成 就失败了嘛 那就浪费了嘛 所以,你也可以往那方面去想象 但是,耶稣的真实含义 那个种子呢,就是指道理 在这一点 他强调后面强调出来了 那么,所以呢 对这个比喻呢 我也跟一些朋友进行过分享 不用去过于去严格 因为他毕竟是 跟事实呢,有出入,有差距 只是接近相似而已 那么,再一个呢 耶稣讲这撒种的 这几个环境 这种经历呢 能做过 种过地的 啊 种过这个树木的 或甚至于 这个种管花草的 都有经历 这方面的经验去观察 那么耶稣能讲出来 耶稣也是进行了时间观察的 那么跟大家亲切同树的呢 去分享这个道理 那么 那么 这个 讲这些道理呢 耶稣就强调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因为什么 他在这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道理呢 我们不懂 我们就承认 听听别人怎么说 不要去排斥 也不要去否定 没印证以前 不要下结论 所以有的时候 耶稣这说嘛 不要去评判人嘛 不要去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你大良心 见了天赋了 你得有那个能力了 前提是你要见到 你明白同理也同党 没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懂 就能老实在承认不懂 听听别人怎么讲 别人讲啊 有没有道理呢 那通过自己呢 去思考 通过自己去实现 通过自己的内心 真正的自己去印证啊 慢慢 会 理解的 也会得到这个道理的 那么得到了以后 就去宣传啊 去分享 那没得到呢 那有的人讲到外里 也不要紧 只要他说 不是什么恶意 如果他是有意的 就提一下行 那么 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主要的让大家去听 因为像耶稣 基督啊 圣人 明心厌性 神合一的人呢 自古以来 我们说过嘛 所谓的先知有 各个世界 讲出来的道理 都有道理 那么 有人出来讲道理 敢于站出来 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真理 那么就应当去听 去 印证 去思考 完了以后呢 确确确实实 确确实实 再去 自己的这个 亲身经历 去印证 那么 相互 相互 相互分享 主人 是吗 其实祖宗留给我们很多 我们从祖宗留给的东西 也受益很多 那么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叫 听 就所谓文化传承 自己只是其中一环 再去传给子孙 让我们所有 有机会 有人身 披人皮的 这些灵啊 这些神呢 都能够成完全 回到天国 复兴复活 好 那么 具体的这个 比喻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顺着耶稣的输入 在后面的章节当中呢 再跟大家去分享 今天这一节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到这 谢谢大家